它的草布啊 通常我都覺得它寫的很扁 主要是因為下面真的是 理化很多 你會發現下面這段都好短 好短是因為它要跟下面的字接觸 勢必要寫短 要算好 所以寫這個 多寶塔是非常好的 至少在結構上沒有什麼缺點 唯一的缺點就可能它的 從頭到尾它沒有想要保持它的藝術高度 所以它的感覺上 藝術的變化少一點 但不是代表它沒變化 它還是變化很多 只是它的變化比較公式化的變化 維持一定的方式來寫字 雖然很多變化 但是就是用一定的方式寫字 畫 一樣在這一個筆畫 都寫短 不用太長 這裡它其實寫的有點長 所以你會發現跟它橫畫後來怎樣 就連在一起 這個字重心偏高 因為主要是下面的橫畫拉 樹畫拉得非常的長 橫畫是平衡用的 左邊右邊 這個是有點 那你就點一下 下面的這個也有點 那你也點一下 因為這個樹花拉的長 下面這段長 所以就覺得長得還比較高的點 因為你筆從這邊過來 從這邊過來 所以你會發現很多地方絕對會鈍掉 鈍掉並不是因為它去畫它 這是筆在扭轉中過程所產生的結果 這個點點很小 這是方立的 折 折 折直挺硬 短 短 短 樹畫都會偏重 然後橫畫細 拉上去 然後這裡有照點下來 一 一就用力按吧 哇 感覺有點蠻力 鋅 鋅 鋒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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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也都很鋒利 連這個棋筆都很鋒利 但是它加點粗細再甩出去 鋒利 點話都是有動作的 它真的在寫這些動作的時候 真的是準確度驚人 所以 絕對值得學習 很年輕到老都一直這樣 所以我一直覺得它那個墨跡至高生疏 是假的 東倒西外怎麼可能 寫了一輩子這麼嚴謹的字 而且它是亡死的 它又不是病死的 這感覺瘦 跟那個一比起來 這邊就覺得 嗯 有一個瘦瘦的 所以它的粗細其實看起來真的差距很大 那這裡又是重的 這也是重的 頂一下 再拉 稍微頂它一下 讓它產生一個骨結的感覺 上去 重按提起來 往內縮 逆風 彈過來 這個一定有測一下再起來 我就覺得這裡有骨結跑出來 我覺得它是因為廁所造成的關係 那是因為它很習慣的 所以 不覺得怪 三 往上抬 那就是 扭一下 拉上去 十 這裡又來一個 它超愛的 很重很重的效果 很重很重的效果